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爹 我给你师父换好衣服了 剩下的事 你 费心安排吧 干爹 你该休息休息了 是时候 休息了 干爹叫个小偷的 干啥你干爹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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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是 好 我等着 我干爹呢 师父让我回来 守这个抱 他怎么说的 他人呢 就是说让我回来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往前面对方向 张师傅 已经听说了 我们正在商量山后事宜 请你节哀顺便 我夫人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她说 滚子了 施平会啊 你啊 鸽鸽啊 喊有 龙鸽啊 施平会 再马上 既是接下 想起了 目的马上见 这目的马上见 去马上见 但有路上 爹 爹 爹 好是每罪皆 爹 真想不到 张师傅这样一个老好人 万事透想着西式宁人 求个万般周全 他也会有暴起杀人这一刻 那也是 螳螂挡车 皮肤汗书 这事啊 不必太在意 不 我非常在意 他在挑战日本宪明队的权威 必须延长 人都死了 你怎么延长啊 中国人都讲究入土为安 我偏不让他入土 让他永世不得安生 对不起啊 实在是县兵队不允许我们接这单生意 单独给陈野斌女士发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张太平先生就 不行 我们实在是不敢接这单生意 要不我们把钱推给你吧 我交的钱就不会收回去 你要做不了我们自己做 来 来 那个 下来 自己来 不合适啊 算了 就当你们办车抢了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走吧 干爹 师父 不孝子晨立下 送你们上路了 今有乐聚艺人 张太平 陈野斌 一生惊严艺术 苦心栽培后辈 又与恶贼当道之时 不畏强权 以生命守护乐聚尊严 广州乐聚界同仁 竟前辈效力文贸旧事 幽梦衣冠为同道送行 滚滚江山 只为大花面乱泉 欺我无能终散局 花花世界 点得正午生扎印 奸臣杀季 使收磕 不许多人 看着我的头皮有点儿翻马呀 不许多人 看着我的头皮有点儿翻马呀 不许多人 他们唱的什么呀 红尘丑舞 专门骂汉奸的 先不许早就命令禁止了 那你还不下令开枪啊 可以啊 你开吧 不 那 不开枪怎么办 把从这儿 到走马岗和巴河墓园的 所有上下都撤了 让他们赶紧下葬了事 再聚集下去 一旦有任务事 就是大麻烦 不许多人 师父 师姑 恕我不能亲来送行 我要让整个广州撒满 打倒日本侵略者的西文 每一张传单 都是打向日寇的耳光 日寇暴行 激起了广州乐局界同仁 乃至全市百姓的愤怒 以金慧荣吹起的小号 作为信号 广东地下党 发动了一次 大规模抗日宣传攻势 向全市百姓 散发揭露日军暴行的传单 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 嚣张气焰 他 让他加入上锦 拿上捷 找人 给你 的 来 他不会跟我走的 为什么 我师父把戏班子 摆脱给他了 他死都不会丢下不管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师父的那个皮包 里面是他的一切鲜血 我和李霞都知道 结果这个皮包 就等于接下了戏班子 他必须走 他留下来不是危险的事 是会死 那死掉了那四个日本人 你还要走 我安排李霞带着戏班子 赶快离开广州 一定要护得周全 谢谢 恭喜赵老板 一下两位名厨获得厨神的荣誉 还得到了张牧师爵士的新的盛奖 可喜可贺呀 张牧师 张牧师 英国人是大义水城 来香港 当人觉得什么都好吃了 好 小老板 我有谦虚了 受奖的是英国爵士 凭奖的可是我们这般 吃尽美食的嘴雕之人哪 他们得奖 实至名归呀 以后 你的广州大主家 怕是要扩建了 好 大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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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义大义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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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 家里出了一些事情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等一下 港币和西药 是广州最受欢迎的东西 偷渡客们都拿它当硬桶货 你把这都带上 这样路上的盘缠就解决了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啊 你救了我的味觉 救了我的手艺 更救了广州大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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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我和您谈过报酬吗 拿着 就拿着吧 这个奖牌我就留下了 一来可以招来生意 二来 给您留个位置 广州大酒家的头灶 永远都给你留着 红船三十六 广府四海行 我一辈子经营红船呢 攒了钱做新的 西班啊 坐走了 啊 再攒了钱见新的 新的西班再做走了 以前真是大戏最好的时光啊 坐着我的红船 唱到天南地北呀 我师哥 就是在红船上长大的 是太平年般的小金吧 那小子是个人物 他的师父也是个人物 一辈子 都不敢惹是生非的角色 谁曾想 干了这么一个壮举 不错 不错 这次给我师父和干爹下葬 全靠同行帮衬 春王齿寒 同仇地开 我落粮也不甘落后 这条红船 送给你了 我去 梁叔 日本人 抢走了我所有的红船 这条船 我推说要修理 暂时 没有交给他们 其实 没毛病 你们今晚就可以启程 这条红船 记住 出去 就别回来 这条船 我不要了 可是日本人 会不会伤害你了 我就跟他们说 被人偷走了 谢谢梁叔 红船三十六 带你 四海情 人哪 来晚了 人都走了 一箱 杂箱都能走了 他们能去哪儿 哪个系班敢收留他们 这么多人 这么多东西 他们离不开广州 根据名单 他这个摘兴太平年红面班 一共有零人三十七 旁面八人 一箱 杂箱 各路人马十二人 这是以五十七人的戏班子 一条红船就能装走 红船 也可能不是红船 我听说 都让你们弄走 到云朱船去了 不对 还有一艘 在红船码头修理 能没有烧饼 大家小心一点 不管当了哪儿 一定要给我来封信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心日本人 土匪 还有那些土材主 听说为了保驾护员 他们都赔了枪支 反正凡事都要小心 放心吧 哥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知道你长大了 去吧 赶紧走 那个 白衣遇到事 一定来个仙 不管天涯海角呢 哥一定找过去 行 去吧去吧去吧 来 兄弟 打把手 把手电关了 把手电关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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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共产党派你来国共合作 抽空回广州 搞了那么大一场的抗日活动 金老板 不愧是出身戏台啊 很会抢戏 工作 是当地的党组织做的 我只是居间协调了一下 是不是天底下 现在都认为 在广州 只有你们共产党在抗战呢 邝队长可别这么说 我们是共同抗战 不是为了荣誉 那也不能不要荣誉 我为什么啊 我图什么 这次真的是临时起义 来不及跟你商量 临时起义 一天之内 印了上万份传单 发动上千人 占据广州最高的楼 临时起义啊 你是觉得我是傻子呀 还是在我面前 炫耀你们共产党的实力呀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否则别怪我翻脸 岡田 你带来的吗 太好了 喂 你怎么回事 你的腕儿呢 腕儿 我们的领域 给了我们的领域 小沢 看着 对啊 已经半年了 这店是什么 没有改变的 我惹怒了 但是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是回收了 你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的领域 给了我们大账 你 教你 你不说话 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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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位囚人 你 你 出了囚人 你 全部 把这些 你带来 看来 你 不信 你 你 把兵士回来 带来 你也想看家庭的景色 你也想看家庭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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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人的店 那是什么 这个人 是香港的铁银银 这样的东西 你也要做很多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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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混蛋 这家庭 这家庭 我卖了一封 留下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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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这家庭 确实 这家庭太大了 同样的日本人 为了这么多 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你都会这么做 一定是自己的 不过 为了 有钱 如果有钱 就会更好 这个店 就会更加热 这次你需要接受教训 抓捕电台人员 一定要先抢到密码本 不能让他笑话 这次 本来你有可能得到寻找的 他想要脑子 刹上一枪足够了 不 不 对了 对了 那共产党的电报员 就火了吗 伤得很重 死了 对了 这间酒驾 你查一下 这个时候安排你回广州 一是你大哥当了韩奸 再帮日本人做事 你要劝说他弃暗透明 二是因为广州地下党的电台 被敌人破坏了 你的任务是 把这台发暴机送到广州 街头地点在城外的梦眠酒家 我知道 他们家的棉花机还不错 你想一个街头暗号 我提前来人送去 街头暗号就是 百花酿鸭掌的做法吗 我写给你 你舍得 这可是你的看家菜啊 我现在倒是觉得 能让公主任吃掉的菜 才是最好的菜 客官 客官 请坐 帮我来一个虾饺肠粉 再泡壶普尔 好 对了 还有你们这儿那棉花鸡啊 棉花鸡啊 棉花鸡啊 棉花鸡不做了 不做了 媳妇死了 没人会做了 你们这儿能做那个脆皮乳猪吗 好 当然能做了 客人 你要点吗 我改天想请朋友过来试试 就问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我给你上菜去 帮我快点 你稍等稍等 来 啊 这个是无耻的 啊 这个是无耻的 别紧张开价了 微斗不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武声打的是真军 少林寺传下来的 捧面还加入了西洋萨克斯 声音可是亮得很 村里最近没什么婚上嫁娶 也不当街当令的 是啊 我们一年到头要看了戏 都在巴河会馆安排好了呀 巴河会馆被炸了也有两三年了 现在演戏全靠老朋友们捧场 我们的红船就停在村外 各位如果想看呢 我们就演上一场 演到天亮就走 好久没见红船来了 是啊 不敢隐瞒各位 我们是逃难过来的 所以红船也是仅有的一条 不好了 不好了 本主 红船被人抢走了 你可算来了 怎么把船被抢走了 怎么办啊 班主 班主 船 这怎么回事 可在这里全是兵 抢了船就走了 国军还是日本人 国军啊 说是等抗战胜利了 凭这个去领钱呢 就这样 对啊 这是真的 我们村也说到过 只要是支援了抗战队伍 都有这样的凭据 光有这个有什么用 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啊 就是啊 怎么办啊 是啊 怎么办啊 瞧你这生意是怎么做的 怎么 想杀你的人我给你找着了 谁啊 三国游戏 你开什么玩笑啊 想扼钱没这么扼的呀 虽然你是他儿子的救命恩人 但你抢了日本人开药铺的指标 我抢了谁的指标啊 这是广州 凭什么他们想在那儿开药铺 就在那儿开药铺啊 他们要开药铺的地方 中国人不能开 他们想开药铺的地方 中国人也都不能开 行行行 别在这儿愤怒了 知道他为什么想杀你吗 因为你不光抢着人的指标 你还拿着指标买了钱 那我不卖我留着玩啊 生意这么差 我不搞点钱 我怎么养人 你养什么人 你不算 南路药房几十狗子人哪 徐连仲老爷子 那是岭南最好的药工 我不得养他呀 咱们的生意 往后都得指望他们 可三国游戏 本来想把这指标卖给日本人 就因为这个杀我啊 我这命太不值钱了吧 别说你的命了 在日本人眼里 连我的命都不值钱 还是矿情贵有魄力 行了 不戳这些了 说吧 我给你拿两箱药当了 你整天往那花柳相跑 跟你顾顾身子 对 先走了 聊聊吧 为什么花四百元军票 找几个王命徒刺杀陈山河 他当我道的 不是之前 不是都是你说的吗 他有能力 有手段 有野心 他是咱们事业上最大的敌人 你说完就忘了 我千里迢迢从凤天跑到岭南来 我干啥来了 我就是看中了这儿的市场 这儿的未来 我要建立三国游戏家百年基业 他阻碍了我的发展 你不懂你就别给这儿捣乱行不行 好 我不捣乱 那他找你报仇我也不管 我不捣乱 那不行 保护日本人是你们的职责 还有啊 你不要心存幻想 他不可能听你的话 你别看他现在加入了咱们的行会 那不代表他就屈服了 他现在是罕奸 只能投靠我 那都是假象 他蒙不了我 就咱们那个店铺纸边 他卖了钱以后 回头换成名贵药材又还给中国人 这你都知道吗 一切起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他给你儿子找了一枚药 对 这事我特别感激的 但是我不后悔 恩与仇呢 本来就是钢帮的正反面 你抛出去以后 哪边冲上我就尊重哪一面 那谁来抛 当然是我了 我呢希望你能理解我 保护我也支持我 当然了 这就是你们宪兵报道部的职责 但咱们啥关系啊 老乡 我能让你们白忙活吗 什么意思啊 黄安这杯药你知道是干啥的不 消炎治疗枪伤 之前有人从我这买了一大批 什么人 安心了 是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有些兄弟等在外面 我进那批西药 今天会送过来 新补给我不是刚刚弄回来吗 这是补给之外的 好不容易碰到了黄安 我就给弄回来了 钱还没付呢 可靠吗 我在广州二十年 我想要的东西 就没失手过 快上啊 快上啊 快上 跟上 跟上 快上 跟上 快上 快上 跟上 快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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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召证了 快上 我arla 这四天就三十四个客人 来吃过饭啊 周围街坊看我们换的人 都不来吃早茶了 其他来过的客人都跟踪了 没发现什么遗伤 除了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客人跟丢了 跟丢了还叫没遗伤呢 他长什么样 吃过什么 点了什么 说过什么 记录 插烧包 瞎缴停载舟 记录我都看过了 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中两件都点了 还追加长粉跟停载舟 这叫看不出什么异常来吗 饭量大 饭量大 自己什么饭量 自己不知道吗 饭量大 饭量大 看那叉烧包 咬了一口 再追加长粉和停载舟 这叫饭量大呀 厚厨子厨子是谁 为了保密 从伙计到客人 都是我们自己人 厨师是警察局食堂的 警察局食堂那厨子 做的饭能吃吗 喂狗都不吃 还让别人吃啊 问题就出现在这叉烧包上啊 这个人也是谨慎啊 还叫了其他的来尝 他就是想确认 这厨子是不是酒楼的水平 可是他全都吃完了呀 这就是可疑的点 咱们食堂那厨子做饭 谁能吃得完 你们都能吃得完吗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不引起怀疑 行 这小子够隐忍 已经大草惊涉了 那个地方不用再炖了 那我们抓了那些掌柜 伙计跟厨子呢 再申几天 没什么说话就放了吧 通知下去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对事务 很在行的高手 是 走 马队 走 刘密书 走 走 还挺香 来 来 我们街头的地点 别吊死了又破坏了 我们跟香港派来送电台的人 失去了联系 跟商机也失去了联系 那咱们要不要派人去香港 去了也不知道找谁啊 现在我们除了半副街头暗号 没有一点线索 日轩正在频繁的扫乱游击队 要是没有上级的指示 也不知道 我能做点什么 先去筹集药品 粮食 等找到电台接受上级的指示 东贵 你负责告药 好 好了 慢走啊 好 叶老板 好 欢迎下次再来啊 对 安敏 你负责寻找 送电台的联络员 好嘞 老板 回见啊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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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聪聪 你负责找粮食 好 行 那谢谢老板 小魁还来啊 有什么需要再来啊 你负责 青贵 什么时候 回来 不对啊 你人在里边 这 这门怎么锁着的呢 我想你跟小魅了 我回来看看你们 现在混得可以啊你 你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你这门死我认啊 你起字做饭 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让人抓了 我可没钱捞你 要我说啊 你待几天也行啊 趁头回香港 踏实 大哥我现在可是两阶属谁啊 有钱 怕你厉害了 对 对 还借这什么菜吗 我叫姑 对 只有在五月的立志园才有这班 还借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呀 每当这个时候都给咱们送这个菜 我在香港这一年半 每天都在想这口 还真有这小厨的味道 例外发生之后 就没再吃过这个 甘甜何味 一家团圆 真的很想爸爸妈妈 说起来也奇怪啊 我这林回来了前两天 突然间做了个梦 梦到咱们兄妹三人 一起回到了风山的老宅 来 调山啊大哥 咱们看看最近两个天 回老山去看看 这事啊一直放在心里边 我想呢等过一段时间 把咱们的祖宅给买起来 然后呢再给小妹买个喜悦 让她尽情地唱 给你买个大脚架 你想做什么菜就做什么菜 我大哥现在是真有钱啊 我这刚才还在你面前炫耀呢 大哥 你说爸爸妈妈他们在天上 真的希望看到你赚多少钱吗 真的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 去恢复咱们家族的荣光吗 他们想要的 是我们来完成他们的理想 什么理想 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 去战斗 你现在说话的口气 越来越像金回荣了 不管你们为什么 那不得有钱啊 那不得吃饱饭啊 行了 你也别跟我话了又话了 在回信里边你说得很清楚 我这么告诉你 我不是罕见 但是身逢乱世 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 别人怎么看 我不在乎 但是你跟小妹不一样 这么说吧 如果有一天 我真做了韩奸 亲手杀死我